大家好,欢迎您观看韩媒视角,我是韩媒 今天是2020年11月3日,星期二 这是一个历史性的日子,是美国大选的日子 那美国这次的大选呢,因为是川普的连任 所以呢,就使得他的意义呢,特别的重大 因为川普呢,胡闹了这四年呀 他连任还是不连任 对于这个世界来说呢,会有非常大的不同 那我这个视频呢,就想跟大家聊一下 对于中国人来说,就是说中国人会希望川普赢呢 还是希望周拜登赢 那我就看到呢,大家其实这两种声音呢,都是有的 川普呢,虽然他说呀,中国人肯定是不希望我赢 因为我让中国人非常的难受 他们肯定是很恨我 他们会不希望我赢的 中国政府还搞一些手段来影响我们的大选 来破坏我们的大选 那这个是川普他这个扬言的 但是呢,中国政府呢,反复的表示说 你美国的大选结果跟我毫无关系 我们对你们美国谁赢谁输 一点都不感兴趣 那我看到的呢,就是民众 我就看到呢,网上经常有一些讨论 有的时候在我的节目里面呢,有网友也会留言 那私下里面呢,也有网友呢,会跟我在微信里面呢 有一些比较具体的一些,更详细的一些讨论 那我这个视频呢,就想跟大家总结一下 就是这两方面,支持周拜登的和支持川普的 他们的理由都是什么 那首先来说呢,为什么说有一些中国人呢 会希望川普不赢 会希望周拜登赢 那实在是呢,我刚才说了哈 天下苦美久矣 中国人呢,苦川普久矣 川普呢,给中国制造了很多的hard time hard time就是给中国一些罪受 让中国受罪,为难中国 那为什么说希望周拜登赢呢 因为呢,周拜登呢 如果他上台了以后呢 首先说,他在税这个方面呢 他已经是表态了 说他上台以后呢 会把川普所加的税呢 给他拿下来 那就这一点呢 如果是在关税方面呢 恢复以前的一个状态 这样一来呢 就把中国和美国之间的这个贸易关系呢 恢复到以前的一个常态 这样一来呢 就对中国的这些企业呢 是非常非常有利的 让中国的企业呢 又再次活了起来 那中国经济呢 又会像以前一样 按照以前的那种模式呢 向前发展 那首先呢 这个是关于这个税这个方面 周拜登呢 会比较有利 是比较受中国人的欢迎的 那第二个方面呢 就是川普他退了很多的群 那周拜登已经表示了 他上台以后呢 会再重新建立起来 和世界上其他的国家的这些友好的关系 就是和以前一样了 虽然说呢 周拜登他说了 他说呢 他和其他的国家呢 会联合起来 不会像川普这样的孤军奋战来对付中国 他会联合其他的国家呢 来一块对付中国 会对中国的更狠一些 虽然说呢 周拜登是这样说的 但是呢 只要说他和这个世界上的其他国家呢 是能够建立联系 大家呢 在一起是一个讨论的状态 是一个互通有无的一个状态 只要是有对话 只要是有的谈 这个世界呢 将来就是一个 就像中国说的呢 是一个命运共同体的一个世界 大家呢 是一个合作的 有竞争 有合作的 一个全球化的一个状态 那周拜登呢 只要是愿意敞开胸怀 来拥抱世界 那这里面呢 就包括了中国 拥抱世界 也就拥抱了中国 所以呢 这是第二个方面 周拜登 他当总统呢 一个好处 中国人呢 会比较欢迎的 那第三个方面呢 就来到了 说和世界上呢 其他的国家 我刚才说了哈 拥抱全世界 也就拥抱中国 他会再重新恢复 和中国的这种对话的机制 不像这个川普呢 就是现在和中国的交流呢 基本上零交流 我就不跟你谈 我只有大棒伺候你 那周拜登如果上台了以后呢 就会和中国之间呢 再建立一些交流的这种管道 那只要是有了交流 只要大家能好好谈 那中国呢 就能够和美国重新再建立起来 一个合作的态势 这是第三方面 第四方面呢 就是周拜登呢 他以前呢 是和欧巴马呢 是一个合作的 那欧巴马时期呢 和川普时期 这样一个对比 他们两个是一个 先后的关系 对不对 就是我们中国人能够看到呢 川普上台之后 就完全颠覆了欧巴马时期 就让中国人 你感觉就是不一样了 对不对 那欧巴马时期呢 不是说欧巴马当时 就没有给中国hard time 也有和中国一些敌对的 一些做法 对不对 比如说对华为啊 那会儿 对吧 也对华为有所打压 比如说也有对中国呢 起诉中国到WTO啊 还有呢 搞了一个什么 菲律宾的那个岛的那事啊 那些事也是有的 但是呢 毕竟是一个呢 还可以说一说 理论理论 有的时候呢 他还尊重这个国际上的惯例 也尊重这个联合国 他是这么一个状态 对吧 是这么一个策略 这么一个政策 那如果是这样的一些方式方法 政策和策略呢 那就比较好办一些 基本上我总结呢 和网友交流的时候呢 网友呢 比较希望周拜登赢呢 基本上是就从这么四个方面吧 我总结出来的 那另外呢 还有另外一种声音呢 就希望川普呢 继续连任 认为呢 川普继续连任呢 对中国还更有好处一些 那这是为什么呢 这就是因为呢 这个川普啊 他确实是挺狠 他对中国呢 是狠狠的 但是呢 他做那些事情 说实在的 都是蛮干的 都是蛮干的 他那些事情呢 都是人 比如说对中国的制裁呀 对华为的制裁呀 说我也不给你供应 我也不要你的 对吧 我就对你就非常狠 那这样做的话呢 虽然说让中国非常难受 对中国呢 是一个伤害 但是对美国 也同样是有伤害的 基本上呢 有可能他对中国的伤害呢 还没有对美国的伤害更大呢 因为美国的那些公司呢 他们就失去了 中国的这个市场 这个好处 对吧 就很多好处 那个华为 你有了华为的存在 那就是一个合作共赢的 一个事情 对不对 那如果你把华为打死了 然后你美国的 原来给华为供货的那些 那个失去了生意啊 你更何况呢 你华为能打死吗 把华为呢 没有打死 反倒呢 把华为的那些生意呢 让别人来做了 当然说他现在呢 说基本上 从这个芯片的这个方面呢 看起来好像是把华为打死了 但是呢 这事是这样的 中国人呢 是一个欲挫欲勇的这么一个民族 我们是不屈不挠的 两弹一星是怎么出来的呀 对不对 往往呢 就是会变压力为动力 你美国这样做呢 可能是短时间内呢 中国比较痛苦 但是下一个五年计划上来 再下一个五年计划上来 那中国到2025的时候 到2035的时候 可能就会很快的赶超了你美国 可能就缩短了中国 超过美国的这个时间 以前的时候呢 中国确实其实都没有认识到 有的时候呢 可能会民族啊 和个人是一样的 它是有惰性的 说这个东西呢 哎我可以从别人那拿到 对吧 别人给我做好了 我可以拿来用 我为什么要自己做呀 对不对 所以呢 你就会出现说 哎呀我一直依赖别人 一直依赖别人 当机有一天 你要依赖的那个呢 它撤了 然后你就麻烦了 那就是现在这种状况 对不对 那就让中国呢 有了一个猛醒 缩短了中国呢 走向富强的这个道路 这个过程 我认为呢 这也是川普 他这个人呢 对中国这么狠 有坏处 但是呢 也有好处 还有一个好处呢 就是川普呢 在世界上 他不仅仅是制裁中国呀 他还制裁其他的国家呢 他就连 他的邻国 就是加拿大 也非常非常的难受 连加拿大的总理 小土豆都说 出的就是说呢 我们加拿大人呢 是很有礼貌的 很有涵养的 但是呢 不代表着 我们就是可以随便捏骨的 好 川普听了这句话以后呢 就气得不行了 然后呢 对于加拿大就采取了一些 更狠的几个大棒就打过来 那加拿大呢 对美国也是很恨的 很恨的 可能呢 暂时是没有办法 但是呢 对美国呢 心里面是一个苦美国的 一个痛苦的心情 那其他国家一样啊 法国呀 德国呀 甚至英国呀 日本呀 韩国呀 印度呀 更别提俄罗斯了 对不对 更别提什么朝鲜 更别提伊朗 委内瑞拉 这些都甭提了 对不对 这些呢 全世界基本上 如果川普再干下去的话 他真的是 把全世界都得罪苦了 他在这个世界上呢 就成了孤家寡人 还有一个呢 刚才我们又说到 就是呢 他推荐了中国的发展 包括 中国的人民币走向世界 美国之所以 能够有霸权 并不是说 他们多么的聪明 并不是说 他们多么的智慧 并不是说 他们多么的能干 不是 是他们这个美元霸权 给他带来了 这种很大的红利 很大的方便 让他制裁全世界呢 就很方便 让他呢 全世界等于说呢 都在养着美国 那你将来 如果说人民币 越来越受到欢迎 加快了人民币 走向世界 加快了全世界的 去美元化 你美国 就会很快的 在这个世界上 你就孤立了 这是一个很有利的 再有时呢 你美国这样下去的话呢 美国的经济 美国的金融 美国的教育 他把这个留学生 都挡在外面 他目光非常短浅 他觉得呢 我把你挡在外面 我这个工作机会 就留给我自己人了 但是你殊不知 如果你那样做的话呢 你就把人才挡在外面 你美国这么多年以来 之所以能发展 还不是因为 你网络了全世界的人才吗 那你川普这样做的话呢 他完全都是在毁他美国 就这样一个总统 对吧 他再干四年的话 会加快美国的衰落 美国当然不会一下子就衰落 但是就会加快美国的衰落 而且川普呢 在美国 把美国的政治环境 搞得非常的糟糕 现在美国已经 慢慢的在建立起来 一些不正确的世界观 一些不正确的政治正确 一些不正确的政治正确 这些政客们在走向呢 比看看谁更卑鄙 比谁更腐败 比谁更自私 总之呢 只是为了自己 而不是为人民 人民呢 都很有可能 起来造反的 他都有可能发生内战的 这一次这个大选呢 就非常的危险 此时此刻呢 我现在在这儿这样说 其实过两天 美国还指不定会怎么样呢 所以说呢 川普的连任 对于中国来说 对于全世界来说 可能不失为一个好事 所以呢 最后总结一下 川普赢有好处 拜登赢有好处 拜登赢有坏处 川普赢有坏处 所以说对于中国人来说呢 真无所谓 他们两个谁赢 好 这个视频呢 我就跟您说到这里 感谢您的收看 下次再见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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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